这是一款表面非常可爱卡巴伊的游戏 但是玩完游戏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女孩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今天挖卡给大家带来一款新的游戏啊 邦尼的面包店 游戏开始 我们的主人公邦尼就在打扫卫生 今天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大日子 他经营的蛋糕店开业了 邦尼打开门露出微笑 欢迎着客人们的到来 话说这么可爱的女孩子怎么会有问题呢 之后啊我们的老顾客想要问邦尼要食物的配方 不可能 对对不可能 听到邦尼的拒绝 小熊就去找其他小动物了 而邦尼的小店也就在这欢声笑语中开始营业 哇卡哇卡 这游戏也不恐怖啊 哎各位别着急 我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啊 现在来到做菜的阶段啊 我们要按照顾客的要求 制作正确的食物 在这里啊 我们就能看到邦尼的神秘菜谱啦 哇 金色传说 但是菜谱里面有一个配料很奇怪啊 就是这个fat脂肪 这东西在蛋糕店可不常见呀 我们按照游戏规则不停的做面包 有时候会因为时间不够错过一些顾客 好在这一天是顺利的过去了 就在这时小熊过来安慰我们 说虽然会有些失误没有把面包都卖出去 但是这也节约了粮食 听到这邦尼的脸上多出了几分的担忧 之后小熊又告诉邦尼 最近小熊镇上的人总是接二连三的消失 听到这邦尼脸上的担忧又多了几分 随后邦尼就松松的离开了 哎我去这画风怎么突然变了 安果这是被困在哪了呀 就在这时啊 倒在地上的熊猫和我们说 熊猫让我们赶紧跑 收集邦尼的笔记 一定要小心邦尼 听到这儿我虎去一阵 兄弟们应该也知道了啊 这个邦尼应该就是一个恶魔 之前食物里的脂肪就是这些动物们 如果你感到害怕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发个电谣 壮壮胆不怕的话 那就来个全儿点赞 让我看看胆子大的到底有多少 就在我仔细收集笔记的时候 一回头 邦尼发现了我 第二天邦尼正常的打开店门 依然露出微笑 动物们蜂拥而入的进来 就当小熊要点东西时 邦尼说您是我们店的微微VIP用户 我给你准备了最新鲜的食材 想必这个新鲜的食材 大家应该也知道是什么了 游戏里边有好几种结局啊 而这个就是结局一 想要获得其他结局 就必须通关游戏 于是我们再一次进入到游戏里面 这一次我们小心翼翼的躲开邦尼的追博 成功找到游戏里面的六篇笔记 根据这六篇笔记 可以凑出邦尼的故事 邦尼刚开店的时候 仅有几个顾客 而且自己做的东西也不是特别好吃 开了两个星期 人就越来越少 大家都不喜欢邦尼的面包 最后连一个人都没有了 某一天有一只受伤的兔子来到这里 邦尼想着救他 但是他的情况却越来越糟糕 邦尼不知所措 后来又过了一周 邦尼的店又开门了 有一个顾客闻到了特别的香味 但是邦尼其实只做了面包 一穿十十穿白 人人都到店里吃面包 大家都吃得十分满足 邦尼变得非常开心 原来邦尼把这些动物做成了食物啊 想不到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竟然是个残忍的恶魔 各位可以在评论区输入矿号 震惊狗 就能解锁这个和我现在的表情 一模一样的表情包啦 同时我们在笔记中也是获得了密码 解锁开门 出去之后把邦尼的罪行告诉其他人 但是村民们都不相信邦尼会做出这种事情 从这一天起 我就逃离了小镇 永远活在了恐惧当中 因为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正在盯着我 这个呢就是结局四 经过瓦卡的不断尝试啊 我也是知道了 想要获得不同的结局 就要获得更多的分数 所以说 再次通关 这则上一个结局一样 只不过这次大家都感到很震惊啊 村民把这里包围了起来 但是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邦尼就这样逃跑了 我们获得了结局二 游戏里的结局也不止这些啊 当我们的分数达到1800以上 就可以出发新的结局 通关之后 我们想把事情告诉所有人 但是苦于没有任何证据 于是就躲在小镇中 时刻盯着邦尼 想要在他收集食材的时候 抓他的现行 这个呢就是结局三 其实游戏里面还隐藏着一个神奇的彩蛋啊 那就是在你做面包的时候 什么也不做 就可以出发 我们来到游戏者的制作画面 上面有一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 顾客食物中毒了 邦尼被抓了起来 那可能这个结局 才算是真正的好结局吧 坏人被抓起来了 但是你以为这个游戏 就这样结束了吗 游戏在每一个结局结束时候 都会有一个数字 我们把数字排序一下 就可以得到51322 当我们输入完密码 这时候游戏给了我们一把刀 我们开始了单条 最后呢我们带着熊猫逃了出去 村民知道自己吃的都是这些肉 一个个露出了恶心的表情 然后我们带着熊猫来到了医院 而你静静的看向了窗外 以上这些就是游戏里的所有剧情啦 喜欢瓦卡的 记得给瓦卡长一点赞哦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